看完图片中的眼神 你是感觉到同情呢 还是感觉到感同身受呢 同情和感同身受 不是一个意思吗 哎 同情和感同身受啊 不是一个东西 在英文当中呢 同情形我们称之为 Sympathy 而在英文当中我们把共情形 或者感同身受 称之为 Empathy 这两者呀并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怎么了 别哭呀 我懂你的感受 我这次数学也没考好 多久 那么在第一个例子当中呢 学霸并没有搞过倒数第一名 所以说他对我的感情啊 只能感到同情 也就是 Sympathy 而第二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是一对难兄难弟 所以说啊 我们彼此都有相同的经历 也就是 共情形 Empathy 哦 我懂了 我之前背这两个单词的时候 从没觉得它们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单词啊 的确非常的相似 它们相似的部分呢 是 P A T H 这个词根 它来自于西大语的 Pathos 意思是情感 哎 老师 Path不是小路的意思吗 的确 你可以这样来记 人走的是路 心走的啊 就是心路 也就是情感的意思 那么 第一个单词 Sympathy的另外一部分 S Y M 它是一个词根 它和 S Y N S I M 以及我们熟知的Same 都是同源的 比如说 Similar 相似的 它的意思就是 有很多的共同点 所以相似 而 Symmetry 对称的 它的意思是 左右或者上下 形状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叫 Symmetry 第二个词 Empathy 它的另外一部分是 E M 它是一个前缀 它跟 E N I N 以及我们所熟知的 Enter 一样都是指 进入的意思 比如 Endanger 使某物遭遇危险 它也就是 让它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 再比如 Embrace 我们都知道 Brace是手臂的意思 进入到对方的手臂 也就是 互相拥抱在一起的意思 那么 我们把刚才学习过的 词跟词追组合在一起 再来学习一下 Sympathy 相同的情感 也就是同情心 而Empathy 进入别人的情感 也就是共情心 那么 为什么可以进入别人的情感呢 往往是因为 我们有相同的经历 比如说 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 普通人呢 没有做过乞丐 所以它只能对乞丐产生 Sympathy 同情心 但是 如果我曾经也有过 风餐露宿的日子 我能体会那份生活的 不易与艰辛 那么我自然而然 就会感同身受 也就是拥有Empathy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